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刚刚现场有些同工分享 大家在线上看不见 我也想今天分享经文之前 先回应一下我们刚刚现场的分享 刚刚我们现场有同工分享 其实很多人在接受教会装备之后 就很想来服侍神 但是我们想服侍神的时候 那个的想法方向很狭窄 狭窄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以为服侍神就是要在教会里面 除了教会就没有其他的方法 很想做同工 其实这是一个狭义的想法 其实我们装备完之后 不一定要在教会全时间的服侍 要看神的服照 我们装备完回到职场 我记得我以前在母堂的时候也是 看见有些人 比如很想操练先知恩赐 于是就觉得 如果可以上台发先知一员就好了 那我们的台有多大呢 我们有几场的崇拜 可以容纳多少人这样做呢 我那时候常常挑战他们 其实不用啊 你去为园就可以了 像这没有信主的人 那才是何场 那才是地方 我们真的要学 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是为自己 还是为神 究竟有多少是为了满足自己 有多少是为了满足神 这是很值得我们每天要来问的问题 我们回到来 何虾书第七章 等一下我们也会继续这个话题 我们先分段 一到三节是一段 四到七节是一段 八到十节是一段 十一到十六节是一段 几个大段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落 一到三节 其实读何虾书会很特别 它有很多的形容 很有画面性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落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伊法连的罪裂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他们形式虚广 泪有贼入室偷窃 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激怜他们的一切恶 他们所行的 现在残扰他们都在我面前 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 说谎使首领喜乐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图画 这个图画反映出 北国以色列 当时无论是属灵 还是现实的状况 但问题是 现在提出这个图画 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 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 你明不明白呀 究竟你看见什么呢 在母团的时候 张牧师 就会经常发一些图片出来说 你看见什么 这里也是一样 我也被他传染了 有时候我也会发一些照片出来 问一下大家 你看见什么 就是这个看见很重要 究竟你看见什么呢 在这些的视觉 在这些的社会现象里面 在这些现实的状况当中 你看不看得见 你看见的是什么呢 这个看见很重要 人没有看见 其实我们所做的 就会乱七八糟 你怎么去解读 决定下一步的行为是怎样 所以先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不单只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警钟 这个警钟 就希望来敲醒 北国以色列的首领 还有这些人民 这个警钟敲醒的时候 就是看啊看啊 神将这件事情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究竟你有没有看见了 究竟你看见什么呢 这个图画是什么呢 神其实很想医治以色列 神正准备出手的时候 可惜 伊法连的罪力和 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伊法连是北国最有影响力的支派 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 他们的罪 他们的恶就显露出来 神这边想要解救 他们就爆出另外一些事情 原来神已经要 伸出医治的手都已经说回去 就是为什么你得不着神的医治呢 就是因为你的罪和你的恶 不断地显露出来 拦住了神的恩典 神想施恩 但是施不下去 小朋友也是一样 你想施恩给他 你想好好的疼爱他 想请他吃雪糕 但是他的恶意 否现出来的时候 这些恩典你就没有办法 每一个做父母的 都很想爱自己的孩子 当他们调皮的时候 真的是我们连温柔的同工 都会咆哮 神的恩典出不来 因为他们的恶显露出来 他们形式虚幻 在这些物资的社会 出现这些什么状况呢 内有贼人入室偷窥 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是没有平安的 到处都是罪 到处都有问题 内有内的问题 外有外的问题 自己里面有贼人入屋偷窃 治安不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偷窃呢 可能经济不好啊 外面又有强盗成群 里里外外都是贼 根本就没有平安 根本就没有安全 如果我们是属神的 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这么没有平安的话 其实我们要问 出了什么问题呢 神是那个平安的大君王 和平之君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环境 没有平安的话 这个和平之君去到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看到的图画 虽然是这样 第二节说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 他们看见这样的内在的环境 内部的环境 看见周围都是贼 天下都是贼 整个首都 撒玛利亚与法莲 里面没有平安 内外都是罪 这样的情况之下 竟然他们不懂得思想 竟然他们还看不见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神经历他们一切的恶 他们所行的 缠绕着他们 说的一切都摆在神的面前 神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问题就是 人竟然懵懵懂懂 神看得清清楚楚的图画 但是人竟然看不出这图画 见到这样的情况 还不懂得思想神 他们行恶 使君王欢喜 说谎使 首领喜乐 这是对比的修持手法 他们的君王 他们的首领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犯罪 他们根本就是爱上罪 而不是爱上神 他们根本就是离弃神的律法 走世界的道路 世界的道路就是充满这些恶 充满这些贪婪 这些得罪神的事情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这样 他们就是喜欢走这样的道路 所以百姓越犯罪 首领越开心 为什么呢 北国设立了两只金牛犊 其实就是大大得罪神 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神 所以百姓越失败这些金牛犊 这些君王就越开心 为什么呢 其实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 以色列的南边 规定一连三次 要朝见耶和华 所以北国的君王就想 如果一连三次耶路撒冷 是属于南国的境内 如果一连三次我们国家的南丁 都去南国 去到以色列 南国的首都来朝见神的话 那他们朝见神不是空手而去 带着这么多的奉献 各种东西去的时候 南国的经济肯定好了 那我白国不是很穷 所有大币的收入都去到南国 所以他们设立两个金牛犊 就跟北国的子民说 你们不需要去南方献祭 你不需要去南方朝见神 你在这里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金牛犊 一个南一个北 然后还有无数的秋坛 讲的是什么呢 这些君王和北国 以色列的百姓就说 你不需要千里迢迢去 耶路撒冷来朝见神 总有一间在你附近 我把这些秋坛 这些地方开得好像 七十亿一样 在你家附近到处都有 你都不需要下去 这些方法是来来巩固自己 这些方法是政治的手腕 但是这些方法 却是大大的罪神 所以这里就说 这些君王这些首领 见到百姓越犯罪 越得罪神 他们越欢喜 这就是当时信仰的状况 所以神在这里 其实是为他们敲行警钟 但是他们怎样呢 不听 他们继续走这个 被离神离弃神的道路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道路 对自己是好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却是为自己 敲行的一个上钟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看 看不见了 君王看不见 百姓看不见 继续偏离 跟随神的道路 所以才有了第四到第七节 他们都是行营的 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 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 战不时火着望 在我们王燕诺的日子 首领阴久的烈性成病 王与谢曼仁拉手 首领埋伏的时候 心中热如火炉 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 到了早晨 火气炎炎 众民也热如火炉 烧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的君王 都扑倒而逝 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四到七节 提出另外一个 北国王朝的现象 或者社会的现象 我们一直看下去 就会明白 先知指出 他们都是行营的 好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 从团面的到发面的时候 战不时火着望 他们从上到下 他们都是被离神 他们都是离弃神 他们都是追逐 自己心里面的欲望 这个欲望好像火炉一样 去带领他们往前走 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从烤饼的烧热 从团面的到发面的时候 站不着 站不时火着望 将这些酵放在那个里面 到了早上 这些饼就会发酵发好了 他们也要预备好火炉 这个火炉要放上柴来烧 将这些火炉 把这些柴放进去来烧 但是晚上烧的时候 它会盖着它 这些动作是在晚上进行的 在黑暗中进行的 就等候适当的时机 让它发大 等它的温度够 等它面团发好 所以这些都是在黑夜里面 等待等待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图像的画面 他们就在这里 在黑暗中来 来发大 在黑暗中来等待 等待他们所要的时刻 等待些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这样子在里面的时候 让它发大 是等候什么呢 等候王燕诺的日子 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 王与谢曼人拉扫 首领埋伏的时候 心中热如火炉 旧如烤饼的整夜睡望 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众明也热如火炉 烧灭他们的官长 你再看下去你就知道 他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 等王燕诺的日子 等到王因这个烈酒成病 王在这里喝酒 作饿 作乐的时候 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他的行为最颠狂的时候 王与谢曼人拉扫 这里好像很奇怪 我们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些谢曼人 就是那些不熟神的 其实是指那些贸易的人 王与这些谢曼人拉扫 拉扫的意思就是 与人窝手的意思 手领埋伏的时候 心中热如火炉 旧如烤饼的整夜睡卧 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众明也热如火炉 消灭他们的官长 其实讲什么呢 新王起来 旧王在这里喝酒坐落 旧王在大行淫乱的时候 新王起来跟这些谢曼人拉扫 和这些背叛的人来合谋 合谋做什么呢 家伤众明 个个都好像火炉一样 心中的炽热 谋反谋朝篡位 这就是当时国家的现况 所以社会来讲 里面有贼外面有强盗 但是朝廷里面呢 在朝堂里面呢 却是有这样子的这些人 就好像晚上要烧饼一样 埋伏在黑暗里面 将他云良 将他发大 暗这里面的那个欲望的烈火 然后一到了他们要行动的时候 这个火就发出 发出来做什么呢 吞灭他们的领袖 其实这从北国立国以来 在耶罗巴胺二世之后 很多的朝代都是这样被谋朝篡位 甚至最短的座王 可能只有一天 就被又被另外一个更替了 就是杀这些王 然后自己起来做王 其实北国是一片乱七八糟 但是在神的眼中 这些的行为是一个很大的 他们一个一个背力 他们个个人都好像 有火烧着一样 烈如火炉 他们就这样消灭他们的官长 完全没有对权柄的顺服的意图 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 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他们的君王就是这样 被谋杀 就好像这些谋杀君王的人 他们就好像那些烧饼的人一样 在黑暗当中酝酿 等待他们的时机 让他们里面的欲望的火焚烧出来 吞灭他们的君王 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中间没有一人求告我 这个就是重点 中间没有一个人求告我 这就是神眼中所看见的图画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以色列人的君王 是怎样去决定的呢 其实他们不是民主选出来的 他们的君王 正常来讲 正常来讲 应该是神选 而不是民选 所以从撒姆尔开始 每一个的君王都是神选的 大卫 被神高丽称为君王 如果又民选的话 大卫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 因为他连他的爸爸都不记得这个儿子 怎么会走出来被选做君王呢 是神选择的 每一个都应该是神选择 但是北国以色列去到一个这样的禁地子 谋朝 篡位 都做得出来 我们一对比你就会明白 大卫在他落难的时候 三番四次 其实有机会 去下手搞定扫罗 提前登基 但是他都不敢 因为他就算不尊重扫罗 都尊重扫罗 神在扫罗身上的拣选 他不敢下手害 耶和华的受告者 但是在北国 和西亚先知提出的是 王朝不断的更替 这些王朝更替里面 甚至有人是流血来政变 杀害这些君王 这些杀害君王流血政变的人 有没有问问神呢 有没有好像大卫一样 尊重神的恩高 在这些王的身上 没有 所以他们是凭着自己 心中的施欲 所以和西亚书用这一 一个烧饼的炉 这个图画来形容 其实是一个很有画面性的 如果你是当时的 尼色列人 烧这个饼 其实是他们每一天 都要做的事情 那一种的炒热 你靠近那个火炉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这些 他们心中就好像这个火炉 有火炉烧着他们 很烦躁的 总之一定要爆出来 总之一定要吞灭 它上面的权柄 但是问题就是 有没有求过神呢 你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处于自己的私欲 还是合神的心意呢 这就是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 究竟我们今天去装备自己 我们所谓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的是服侍神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问问神 神啊 我的工厂是在哪里 我的活厂是在哪里 你要我做的是什么 还是我们只是希望 有一个更安舒的环境 逃避 这就是我们应该 很值得我们去问的问题 好像这些王朝更替 他究竟是七天行道 为了成全神的心意 还是自己的野心 自己想做王 这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在神的眼中是怎样呢 他们中间无意人求告我 所以神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纵使他们有多么美好的借口 支持自己去谋朝创位 但是在神的眼中 没有一个人求告神 所以这些的谋朝创位的人 不要说是因为神感动你 你不要说是替神来做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求告过神 神没有为这些 任何一件事情来盖章 这一切就是出于你们的罪 出于你们的贪婪 出于你们的血气 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再看下一段八道十节 伊法莲与外邦人掺杂 伊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邦人吞吃他 劳力得来的 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 他也不觉得 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所以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 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 所以这里就是 北国以色列的问题 先知再进一步 他说伊法莲和外邦人掺杂 他们和外邦人掺杂 学外邦人的文化 所以他们是越来越走世界的路 他们将世界的那一套掺杂 在他们自己里面 这个就是问题 其实他们的外邦人 来到他们当中 被他们同化 跟他们一起尽前的 去侍奉耶和华的话 神就不会 讲这就不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 以色列出歪迹的时候 也有其他的外邦人跟着他 神所定立的律例里面 其实都有讲明 外邦人都要遵守 也就是说 外邦人是可以和 以色列人一起去生活 不是问题 不过问题是什么呢 是谁听谁 如果外邦人进入以色列 是跟以色列人的 比如拉荷加入以色列家 路德进入耶稣的家谱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神甚至祝福他们 神甚至让以色列成为万国的祝福 所以问题就是谁跟谁 如果外邦人来到 是跟以色列去敬拜 事奉独一的真神的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现在这个掺杂进来的意思 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将这些外邦人封着 加入他们自己的属天的文化里面 甚至跟了这些外邦的文化去 被世戒卢去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就引致了神说 伊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他们烤饼的时候会将饼放在炭火上面 下面对 有一个石头 下面有炭火 你看这样烧的时候 这个饼要不断的去翻它 否则它会烧焦 这里先知就说 伊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没有翻过的饼会怎样呢 会烧焦 变成一块碳 黑掉 所以在神的眼中 伊法莲是没有一个翻过的饼 就是在神的眼中 伊法莲是黑默默的一块碳 还能吃吗 还有没有用呢 又是很有图片性的 而且他说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 他却不知道 其实他们以为这些掺杂进来的这些外邦人 是可以帮助他们 祝福他们 谁不知 这些掺杂 其实在吞吃他们老路所得的 这些掺杂进来的外邦人 不是以色列人带着他们 不是以色列人凌驾他们 是反过来 他们在吞吃以色列人 他们在掳遇以色列人 以色列其实成为他们掳遇 掳地 他们都不自知 头发斑白 他们也不觉得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事情已经翻转了 这些的外邦人 其实在挟制他们 他们还不知道 所以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 因为他不去求问神 他以为自己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他以为掺杂这些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一帆风顺 他们就能搞得定 这是他们的血气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智慧 这些掺杂是什么呢 从皇室的角度来看 就是取外邦的人 做妃嫔 做这些政治的联姻 政治的接亲 和这些外邦的国家 打交道 用于外交 以为这样就搞定了 就国父名强了 和这些强国 强强联盟 他们很喜欢搞联盟 一下和这个 一下和那个 一下和外邦 怎样去结交等等 这就是他们的骄傲 以为凭自己就可以搞得定 但是没有去找神 这就是骄傲 不以神为神 所以后面就说 他们人不归向 耶和华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他 其实他们想国太民安 应该要寻求神 他们想国中有太平 有平安 应该要寻求神 但是我们看见他 现在国里面 一点平安都没有 里面有贼 外面又有强盗 但是他们都不懂得 去找神 看不见这一幅图画 我们看最后一段 十一到十六节 以法连好像鸽 愚蠢无知 他们求告埃及 投奔雅树 他们去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网络 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打下他们 如同空中的鸟 我必按他们 会众所听见的 惩罚他们 他们因离起我 必定有祸 因为违背我 必被毁灭 我虽要救赎他们 他们却向我说谎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 仍在床上 他们为求五股心酒聚集 仍然背利我 我随教导他们 兼顾他们的绑壁 他们进图蒙抗拒我 他们归向 却不归向至上者 他们如同翻倍的功 他们的首领 必因舌头的狂傲 倒在刀下 则在埃及地 必做人的绩效 所以神说 以法连像什么呢 以法连就好像鸽子一样 愚蠢又无知 他们自投楼网 他们的愚蠢无知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求告埃及 投奔亚树 投奔亚树真的最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北国 就是亡在亚树的手中 所以亚树根本就是 要亡你国的 这是你的敌人 你投奔他做什么呢 你投奔埃及 埃及和以色列人之间 那是远远 以色列人曾经出埃及 埃及曾经奴役过以色列人 看不见吗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搞到埃及穷了很久 才很辛苦 才可以翻身 这些的救仇 救你的仇人 你去投靠他 亚树就是将来 要往你国的人 你走去投靠他 为什么你投靠埃及 为什么你投靠亚树 你不投靠神呢 全部搞错了对象 这些对象都是你的死敌 所以你说神在天上 看的真的是被他们气死 你谁不去求 你去投靠你的敌人 你是不是傻的 你是不是有病呢 我想神在天上 真的好想是 跺脚大声说 我在这里呀 你找人投靠 为什么不投靠我啊 你不投靠我都还好了 你还去投靠你的死敌 你是不是傻的 真的就好像鸽子一样 愚蠢无知 神怎样呢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 神说我要将王 撒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好像空中的鸟 被打下来 神要惩罚他们 其实神是在拦住他们 神设立路障 让他们偷偷碰黑 诸多不顺利 其实拦住他们 奔向这些的国家 那是拦得住吗 十三节他们因离弃 我必定有祸 因为被我必定毁灭 我虽要救赎他们 他们却向我说谎 他们并不诚心 爱求我 仍在床上呼号 神很想救他们 但是他们 问题是 人的心没有归向神 所以毁灭是注定的 亡国不可避免 这就是人当时的情况 他们为了有这个五股心灸 来聚集 但是这个聚集 是基于物质上的 这个聚集 是基于他们的骄傲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的聚集 其实是更大的贝力 顶撞离开神 这也让我们看见 他们真的没有 属灵的眼光 神这样用一切的环境 去教导他 让他看见 但是他们看不见 神要兼顾他们的绑壁 但是他们拒绝神 他们归向 但是不是归向神 是归向偶像 所以在神的眼中 他们不是归向至上者 他们是好像翻倍的功一样 就是香港人形容就是 反骨仔 就是领受神的恩典 却反神的台 好像一个翻倍的功 翻倍的功是 是 什么用都没有的 战场的功识 拿来保命的重要的武器 一翻了倍的话 就是如同垃圾 所以在神的眼中 以色列人就好像翻倍的功一样 毫无用处 而且你在战场上 那个功一翻倍 这士兵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很生气的 把那个功折断 就真的 就是 指着你救命 指着你杀敌的时候 你在重要关头反攻 所以这就是问题 所以你看见 一张一张的很有图画的 摆在以色列面前 其实先知 应该是很生气的 他 气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清醒啊 苏醒啊 你还不看见 再不醒 再不看见的时候 真的亡国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 又是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已经苏醒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得见 神给我们的图画 见到今天的局势 见到今天的社会 见到今天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见 神让我们看见的那一幅图画 究竟我们在这一些的情况当中 我们投奔的又是谁呢 我们有没有真真真真的去求告神呢 感恩神 给我们这四十天晚上 给我们的名字叫做苏醒四十天 真的很特别 让我们的人生苏醒 让我们的眼睛打开 让我们能够真真真真的去归向神 明白神 跟从神 这样我们就必领受 从神而来的救赎与祝福 阿们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都很想回转归向你 十四节说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 乃在床上呼号 他们为求五股新酒聚集 仍然背离我 仍然 在和夏书 一直下来到第七章 先知已经告诉以色列人 他们说行得不合神的心意 究竟今天 我们是不是仍然 仍然 做很多背离神的事情呢 好不好 这一刻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 思想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仍然 做了很多 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呢 我们安静在自己的位置上 来思想 思想更多 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自我中心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仍然 去追求世界呢 我们安静的来思想 祝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或许我们还是在依靠世界 依靠自己 甚至我们会 很容易去 落入享乐 物质 难度的里面 主要求你 去兼顾我们的心 求你更多来兼顾我们 走在神 信神的路上 好让我们将神的摆位 是放在前面的 不是将世界放在前面 主要求你更多的 让我们脱离这些自我 脱离世界 走在神 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里面 主要可能 过往里面 已经有很多人 甚至神 你都亲自来跟我们说 我们的恶行 但是我们自己 好像看不见 我们仍然背利利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 帮助我们的心 来丹丹归向你 帮助我们的眼目 丹丹望向你 让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来 缠绕 我们有属天的思想 也梳醒 里面的灵 好让我们看见 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是什么 好让我们 不是只是来到这个地上 只是做金钱的卢仆 主要你给我们 在这里的身份 给我们的任务 是要来管理大地的 不是反过来 大地管理我们的 主要求你更多 来保守我们 这一个心 保守我们 这一颗清洁的心 接下来第十节说 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虽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 耶和华 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他 好不好 这一刻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 为着 我们自己来祷告 为着我们自己的心 来寻求神 来祷告 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都一起进入 方言的里面 一起来为着自己 有一颗寻求神的心 来祷告 主要我们 为着我们自己 来寻求你 那个心 来祷告 主要求你 让我们每一个 都有一颗寻求你的心 我们才可以 带着我们自己的家 来寻求你 主要你说 要先建家 才建国 主要求你 为着我们的家中有你 一个家里面有神 就是不一样 主要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 带入各行各业 来将神里的熟性 兴起更多更多 属你的门徒 主要求你更多的 让我们有这一份寻求你的心 去带着这一个社会 带着各行各业 主要求你更多的 来兴起我们 去苏醒在我们里面的 那一个灵 让我们可以在职场的里面 都可以发挥你的那一份 在职场的里面 带更多人来认识你 主啊 为这个社会 兴起有神的时候 我们国家 都要兴起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刻 为着我们的国家领导 来祷告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中国要兴起 我们看见 神要使用中国 但是 有神才是最根本的 否则这个兴起 都只会成为 一刹那之间 所以我们为着 我们的国家领导 都可以有神在他里面 当他去 做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政策在里面的时候 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 好吧 我们一起为着国家领导来 祷告 主要求你更多的 用你属天的智慧 领导国家的领导里面 好像他心中 可以认识到你有神 无论要去做什么 政策的时候 主啊 他都是 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主要求你更多的 来兴起中国 这是你的命定 求你继续来 带领我们的领导 当他们每一个决策 要下来的时候 主要你都对他们说话 好让他们可以带着神里 那一份的属性 去决定每一个的政策 主要我们知道 有神的国家是何等美好 每一个政策有神来参与 是何等的美好 主要求你更多 更多来祝福我们的领导 好不好最后我们都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为着香港的教会 合一寻求神来祷告 我们在苏醒40天的祷告会里面 就好像昨天晚上 保身传到我们分享的一样 教会 的头 是基督 要不然教会就好像一个 没有头的身体 自己在这里走一样 好不好 我们一同来 为着教会的合一 来祷告 亲爱的主要书 我们将香港所有的教会 交到这里的手中 求你让我们教会 过教会 都有一个可慕的心 可慕寻求你的心 好让我们不单单是靠己力而行 是靠着神而行 祝我们求你更多的 来赐下你那一份的可慕 让我们个人 当迷失的时候 当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 祝求你引领我们 引领我们 让我们灵里面都要苏醒 让我们灵里面 都看见 什么才是合神 你心意的 事情 抓求你开启 我们教会的眼睛 让我们个人 都可以在灵里面 去知道 神你的心意 是什么 抓求你更多的 让我们 教会 个人都要 单单的跟随你 单单的跟随你 当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 我们知道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起来 求告你 而不是求人的帮助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来为着国家 为着教会来祷告 苏醒教会 求主你苏醒教会 好让我们大家都归向神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书七章第一第二节 我想依制以色列的时候 伊法连的罪力 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入出来 他们行事虚荒 泪有贼 人入室偷窃 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 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 他们所行的 现在缠绕他们 都在我面前 弟兄姐妹 神想医治以色列人 但是罪和恶拦住了神的恩典 社会上的状态 以色列人看见 但是心里并没有思想 从而去归向神 但愿这两节的圣经 成为我们的警戒 成为我们的帮助 从正面来看 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是那个乐意医治 乐意施恩的神 神的恩典 永远都与我们同在 神的恩典 永远都想事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不要容让罪与恶 拦住神的恩典 我们更加要呼求圣灵 帮助我们 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是开通的 当我们看见我们所遭遇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问 神的心意是什么 哪里出了问题 以致我们能够快快地回转 快快地归向神 快快地修正我们的生命 这是一个看见 这是一个智慧 但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得到这个智慧 不要好像今天这张圣经所讲 成为那个无知愚蠢的歌指一样 主啊 求主来 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心 为我们的灵命来祷告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首先认定 你是那一位乐意施恩的神 主啊 但是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任何的罪与恶 拦住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能够看得通 看得明 看得见 世界的一切的走向 你让我们可以看见 神你背后的心意是什么 主啊 我们要紧紧跟随你 主啊 我们要归向你 我们要回转 主啊 世界不是我们的出路 埃及不是我们的指望 亚树不是我们的出路 主啊 唯有理 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唯一不变的道路 主啊 我们要快跑跟随你 主啊 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能看见的 我们就有能力行出来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你 更深的来 与你连接 除去我们一切的血气 一切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 主啊 让我们单单的注视你 单单的跟从你 与你连接 主啊 祝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据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承导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稍等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